李子信作品 万家灯火 水彩及水墨纸本 作品上方三分一 是紫蓝色的天空 子信以明亮的柠檬黄色 将一列七个月亮的形态 月上描绘出来 正宗是圆圆的满月 在黄色底调上 以青绿色表现球体的边缘阴影 以白色突显球体的中央亮点 一轮明月 就好像浮在夜空中的一粒珍珠 满月左右两边 各有三个对称的月上 分别是最外围弯弯的鹅微月 半圆的上下圆月 和三分之二个月亮的盈亏突月 作品下方三分之二 描绘了香港十八区的典型公共屋村 和它们的标志性地标 例如画作右方的 将军澳跨湾路拱桥 中间片座的棺龙楼顶上的一条龙 和左下方的日东村大蝴蝶装置艺术 屋村外场有米白色 橙色 浅纸 和蓝色 形状多情长方形 也有圆柱体和拱形的公共空间 不足随心移发 不受工整的线条规范 屋村的布局 丰富了整个作品的下方 屋村之间 以白色 蓝色的水墨 或绿色的植物双隔 间中有红色 或黄色的双层巴士穿梭 紫讯仔细地 它画了差不多每栋楼宇的家家户户 室内点点黄光亮起 和街上的黄色街灯互相辉映 就好像作品中央 黑色的紫讯体标题 万家灯火 紫讯在月亮 音 情 缘 缺 的不同时段 画了大家熟悉的公共屋村 希望大家从中找到熟悉的影子 产生共鸣 香港剪能艺术会 以李子迅这幅作品 万家灯火 祝愿大家人月亮团圆 中秋节快乐